人或动物都会清洗身体,保持健康卫生 不过你听过,文旦幼也要洗澡吗? 锐水箱文旦幼超过600公斤以上 果树兼具小,不通风,十度高 树干就容易长青苔 幼农除了休枝以外 每年也会清洗树干,避免滋生细菌 结出干净健康又安全的果实 一旁还没洗澡的文旦幼树一个个黑漏漏的 树干树生,结满了一整年的青苔 经过农民清洗后 每一个文旦幼树清洁溜溜恢复原貌 如果不清呢,会怎么样? 不清的话,它会有很多菌 那个菌就是变成霉斑 霉斑那幼子就会黑黑的 不漂亮,所以就还好 所以都一定要洗 一年洗几次? 一年洗一次,我洗树洗一次 幼农表示文旦幼树也和人或者动物一样 也需要洗澡清洗 才能够维持舒适树木的健康 结出好的果实 不过可别以为帮文旦幼树洗澡 净生,就青菜洗洗就好 帮他们洗澡有什么特别的药吗? 有有有有 还有那个青苔岭 青苔岭 还有那个下游啦 下游是矿物有 如这乡文旦幼 种植面积超过600公顷以上 平均每一公顷都有近百棵的文旦幼树 由于平均树林都超过40年以上 果树间距小 树冠幅大 果园不通风 十度高 树干就容易长出青苔 农民除了修剪之,维持通风 每年也都会定期为文旦幼洗澡 清除衣服在树干上的青苔 避免滋生细菌而危害文旦幼树的健康 记者是玉兰瑞社采访报道